他们教会方的后来的危机处理 非常的差 对就是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没有在录Podcast 他们如果录Podcast 他们就不会讲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嗨各位晚安 今天要聊一个正在火红的议题 时事话题 就是甜甜的 辣辣的 小甜甜事件 对啊 哇 我觉得 就是真的很蛮让你意外的耶 怎么说 就是 很多啊 对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聊 是因为 它牵扯到很多层面 其实是跟夫妻有关系 又跟 信仰有关系 对 其实因为我 我要说一下 就是我去年啊 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在 看很多 跟基督教有关的 的东西 对 那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宗教本身利益非常的良善 然后 它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可是 后来发现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导致说 这个宗教它 没有办法与时俱进 或者是 有很多的 大家会有 对它有些误解 或者是 在解读的时候 就有一些偏差了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 一起发光 这个教会啊 嗯 他们又是 以艺人为主的 所以呢 他们更复杂 因为他们可能会牵扯到 很多是 形象包装 嗯 还有跟媒体的关系 嗯哼 对 所以呢 它是更不 更注重形象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状况下 就是 它到底是一个教会 还是一个企业 就会很 很难定义 嗯哼 对 如果它是以企业来讲 的确啊 企业要注重形象啊 什么的 那但是教会的话 它又有很多的规定啊 或什么的 嗯哼 那样子的状态下 就不太OK 那 我觉得是 我本身啊 是比较偏向基督教 是没错 对 但是 坦白说 我还是有很多的 基本的一些 疑惑 对 但是那些疑惑 我觉得我 我如果不给别人影响 我自己面对它的话 我有自己的判断 嗯哼 对 但是 呃 就是 譬如说 对于婚姻来说 就是有些 很深的基督徒 会说不能离婚嘛 嘿嘿 对 那我觉得 以这件事来看的话 我觉得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能离婚啊 他们就是会觉得 就是 因为圣经说 一男一女啊 结合啊 就是变成一体啊 那如果选错了 或是不适合 或者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都要忍耐到底哦 对 但是我觉得 不是每个基督徒 都这样想 像譬如说 我们之前访问过 那个 婚姻协谈 嗯 那个喜乐事务所嘛 他们也有说就是 如果是真的家暴的话 那就 就是 分啊 就是 这个是没办法的嘛 嗯嗯 对 可是 呃 以 小甜甜这件事情来说 就是 他们现在有点像 各说各话啦 就是 是谁先打啊 或什么的 这些都是我们外人无法 去 定义的 嗯 对 可是如果 呃 小甜甜本身觉得 家暴是零容 人的话 嗯 那他要离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和组织有立场去说你应该要饶恕 或者是要忍让 对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尊重当事人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 我觉得教会就管太多了 可是他们好像就是会很重视这个形象对不对 嗯 就是觉得 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只有形象 而是就是他们会 先给人贴一个表情 就是说 你 你既然是基督徒 你应该是要 怎么样都要学会饶恕 怎么样都要 不要去计较这些 就是 随时都是重新开始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 呃 就是像那个德州妈妈她有讲到啊 就是 呃 他 他也是一个第二代基督徒嘛 嗯 然后他就说 其实 你很多事情啊 你都可以去找到 相对应的经文 嗯 对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认真的研究圣经 嗯 其实你会发现 他很多话也是前后矛盾的 嗯哼 对 所以呢 其实不能够只看一节经文 还是要上下对照的 嗯 而且是你要 你要一气合成的看完 然后 才会知道 虽然说我自己没有这样做啊 嗯 我并 我是一个就是还没有很深入了解圣经 但是 我至少我 我就是有看一些 专业的讲到影片 嗯 我都会知道说 那个是 很重要 就是你要 一气合成的看完 你才可以 通篇的了解 那个 意思是什么 而不是说 只揭取一段经文 那这样的话 你跟我讲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用一段经文去打脸你 嗯哼 对 是这样的状态 对 对 对 那 我觉得就是 其实因为我自己啊 我后来我就没有再去教会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会觉得 我觉得 宗教其实就是要 还是要跟人自己 本身有感动 然后有关联 嗯 然后 自己去了解他 而不是说去被 教导 别人教导 那我觉得别人教导的东西 有时候就还是有他 他个人的观点 还有说就是很多人都会分享见证嘛 嗯 可是我现在比较觉得 见证这种东西啊 还是要你亲自去体会 而不是 什么是见证 就是譬如说他们 嗯 有一些 遇到一些神迹 或者什么的 那也有可能 他们是 他们是演的啊 或者他们是随便说说的啊 哇塞 有可能啊 我就说就是很多时候是 嗯 如果你 都 全盘都没有自己独立思考 就相信的话 那是不是会变得很危险 就是 他也可能 他譬如说有人说 他听得到圣灵的声音 但是 他有可能是邪灵啊 他有可能是其他的 或者是他幻听啊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要保持很中立的立场 嗯 去想着说 诶 其实这个宗教 他有很美的地方 可是我要怎么样去截取 他美的部分 他有帮助的部分 嗯 然后 而且我觉得 只要有人的地方 他都会有很多的纷争 或者是很多的 捆绑 嗯 对 然后我不想要 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跟神 自己发生 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会 我会自己去读经 我会自己去看 相关的书 像有一本书叫做 耶稣比宗教大 嗯 对 这本书就是 很强调说 你要亲自的去了解 圣经的 内容 嗯 而不是说 去听别人讲 或者是去加入组织 虽然说 的确就是基督徒 基督教里面 也是有说就是 要加入教会啊 就是有说这样子的 的话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尊重每个人的 的想法啦 嗯 如果是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 就会变成有很多人就是 有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 加入教会之后反而会 很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你讲的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怎样 那我 但是我 我就是没有怎样 那我是不是 怎么怎样怎样 讲举个例子 譬如说就是 牧师叫你说 你要奉献 然后你才可以得到成就 然后你就是才可以 神会给你 就是你付出 然后神会加倍奉还给你 对 但是他就没有这个钱 然后他也没有这种 这种能力的话 那 有些 我不是说全部哦 我说某一些 某一些教会就会说 就是讲求成功神学 就是 就是会跟你讲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很有压力嘛 对 但是他 如果是那种就是很 相信的话 他可能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这样子 我是不是不够有信心 就开始自我怀疑 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就是把自己的钱包 全部套空 对 然后相信神会给我 因为我有曾经说过啊 我 我曾经就是有去过一个教会 然后 那个教会就是 反正大家都很热情嘛 也都是非常的虔诚 哇那个真的吓死人了 对啊对啊 其实坦白说我心里面有点点不喜欢这样子 我也不太喜欢 我不较喜欢就是很安静的 我也是 对 然后但是他们很热情 但是后来这个时候 牧师就说 大家就是愿不愿意辞掉工作 就是来全新的服事 愿意的人请走到前面 你是说那一次我们参加过那个活动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 聚会的时候 对另外一个聚会 然后 然后 大家大家之前都很热情嘛 可是他一讲完之后 没有几个人 走到前面 吓死我 所以还是有理智的 对啊 就是我是说 就是 我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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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赞同说 会要这样子 就是为了 虔诚的信仰 而抛弃自己生命的一切 其他东西 然后只为了相信说 他会加倍给你 这件事情我觉得 不太适合 适用于每一个人 当然 我说 好 正派的教会 还是会尊重每个人的 的选择 的选择 我相信了 而且也不是每个教会 都会这样子啦 对 但是 你自己想想看啊 就是 他们一定要你奉献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们要继续的 壮大起来 然后他们会 应该要就是 尊重每个人 的意愿啊 然后 但是如果真的就是 没有人这样做的话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 他们就还是要去想办法 你说没有人 那个 没有人 对 捐款 你说没有人奉献的话 他们就必须去 再另外募款 或者是 他们就是要用一些话术 让你感动 让你这样 就是等于说 他们已经是 沾了人的这种 就是要扩大 或者是要 要壮大的 这种心意的时候 那他就会变得很不单 他就不是一个就是完全的 就不是单纯的我们聚在一起而已 而且我觉得宗教是非常非常容易变成情乐的工具 什么意思 很容易啊 就是 你看我们都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是不是也应该要怎样 就是很多句子都 好不舒服哦 对啊 都很容易就会这样子啊 我很久以前就是 也有参加过教会 然后那时候我还蛮小的啦 我有参加主日学什么的 然后认识一些伙伴啊 然后但是我并不是一个 每周都会去那个 就是做礼拜的人这样 然后有时候呢 会因为一些活动啊 然后比方说 一些特殊节日 可能就是一些 假设母亲节好了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可以得到红包的那个时候嘛 然后我妈就会去领红包 然后当我也一起去的时候 我就会被里面的会友念 就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 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说 这就是请了啊 对 然后我还有一些 就是 比方说那个做礼拜的时候 不是都会有周报吗 然后除了有一些 什么美洲金剧啊 或是要那个 布达的事项之外 还会有一个栏位就是说 就是这一次谁捐献了 不是 应该是说 是奉献了多少钱 然后有一些会 有一些明目嘛 比方说 就是某某某的儿子 考上大学 所以就是奉献多少钱 这样子 或是固定健堂费用 干嘛干嘛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什么 名人路哦 还蛮让人有压力的 这样子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 可能我就是 我妈也觉得说 必须要 在那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一席之地吧 她也是 为了我跟我哥 用我跟我哥的名义 就是 帮忙捐献 奉献这样子 就是我们三个人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我并不会因为 说这样我就会很特别有认同感 或是归属感 因为其实我并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但就是 我其实本身是没有受洗啦 我也是 没有说一定要去教会的那个习惯 可是我心里是相信有神的 我也是啊 对 然后我也是很相信就是 当一个人有信仰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 壮大自己 然后坚强自己的脚步 持续往前迈进 然后也许他真的会遇到一些奇迹 那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是全然的神的给予 而是他自己也有努力 对啊 天助自助者 对对 然后并不是说就是你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掏空 然后甚至你还要要求别人也一起照着做 这样才是真正的神的爱 我并不是这样觉得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自己 我是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 所以说我也觉得 他们做很好的榜样 可以让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宗教的美的部分 对然后但是我碰到某一些基督徒 他们有点过于狂热到 就是不管 譬如说我不管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其实是我自己的努力做的好 做好的事情 然后他们也都不会说 哇你真的很棒 或者很认真 他们就说感谢主 或者是说 譬如说你做了一件 你对他做了一件帮助他的事好了 那他也不会 有些很深的他们不会说感谢你 他会说感谢主 当然我知道说他们的心中就觉得主是一切嘛 就是会 会觉得连你的你帮我 也都是主派你来帮我 所以我们要感谢的是主 这样子 然后还有人一直会说 我很敬畏上帝 然后所以说 什么事情都是要听上帝的 然后上帝说什么他都不敢反驳 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意思 就是把自己变得很不全 很软弱 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跟我讲说 我不要那么在意自己 我要在意的是主 要怎么样 他说你不能那么的自私是不是 对就是 我常常会听到某些话 就是他会变成是 好像否定掉你自己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软弱 因为其实对于圣经来说 就是我们都是很 需要被帮助的 对对对 某些 某些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都很 很脆弱啊 什么 我们不全 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慢慢的找出一个逻辑 就是我觉得真正的神啊 应该不会这样子去贬低人 应该会是很完全的就是会祝福一个人 他身为一个人本身的他的所有的选择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健康 因为这样子 如果你你自己把自己弄很卑微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被人家勤了 或者是说很容易 步上一个不健康的信仰的关系 就是 而且会变得很勉强自己 对啊 你自己你一直在退让嘛 嗯 因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够好 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退让 但是当有一天你觉醒的时候 你发现 哦 其实我 我自己可以做很多决定的 对当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 有些人可能会是 会很激烈的反弹 就是不能允许 或是不能接受 这个人已经长出自己的力量了吗 对对对 然后但是因为其实 教会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 很有爱有包容力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会是 去包容很多很怪的人 就是各种人都有这样子 用爱的方式包容 然后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错 可是也可能会有一种 有一种力量 就是会变得 好像 就是 它会觉得你脆弱 它才可以去爱你 对 但是那个爱可能会给 它那个爱可能会 给人家有一种压力 就是 就是我来照顾你 对 的感觉吗 但是那个照顾 其实说真的 在某一种程度上 是有带着一点自私的成分 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真正的爱的话 应该是尊重你所有的选择 对 可是有些爱就是会说 你怎么 我们之前在你很无助的时候照顾 你怎么可以就是 不奉献 对 或者是当你很好的时候 你怎么 你怎么就会选择 自己过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 都不来教会了 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变成是 就变成只要是跟教会有关 就会变得很不单纯 可是 你不能够自由决定 你要怎么样做 那但是他们不就 白白的 就是耗费了这个 照顾给别人吗 可是 在圣经里面 就是耶稣对人的爱啊 他其实并没有 这种要求回报的 的想法 交换交换 对 等于说 如果你真的要活出 神祝福的样式的话 你是真的是 必须要放下那些 失与受的那种 对等关系 对 但我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去利用教会 而是我就说 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的话 你是可以去选择 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帮助 可是这样子 在这个前提下 其实你应该还是要回到 你自己要怎么帮助你自己 就是 我觉得 譬如说 如果是以现在我来说 我是不会去教会 可是我会看 我会自己去看圣经的话 对 然后我去找答案 然后我会去找到 对我有帮助的一句话 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啊 我都会说 我感谢我的上帝 我的神 对 可是我的神不是别人的神 就是我自己相信的 那个主 就是譬如说 我在勇气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挫折 然后 我会用 我那个神的名义 去写信给我自己 对 就是这像是我的祷告法 就是我会说 就是上帝会跟我说 就是应该是我自己的上帝会跟我说 就是你碰到一个委屈一定很难过 对不对 可是不要害怕 就是我会 我会照顾你 就是他们 他们也许不认识真正的我 可是我知道你是谁 所以我会用最适合你的方式 带你度过难关 这是我自己 给我自己的祷告法 然后我的祷告也不会有任何形式 就是我不会说一定要吃饭前祷告 我也不会说一定要说Amen 或者我也不会说感谢主 我就是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你不一定要某种形式 才叫做那是跟神的对话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觉得那些就是说 你要说Amen 或者说你要说怎么样才是对的那种 它都已经火出了一个 制式的样式 而不是说去尊重每个人 都要面对神的方式 但是如果是 比方说我拉了一个 就算是什么 本来是木道友 后来变成我的什么小羊 是这样吗 对就是已经信主了嘛 对就是假设 已经受信了 我可以称它为下限吗 会不会很不尊重 就是 就某一种程度上它很像 就是 我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 把我的表 就是想法表达出来 就是假设我是上限 我已经在教会里面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很想要 壮大我的教会的声势 或者是组织的力量嘛 我当然需要很多的人一起加入啊 然后也把我这份爱传播给大家 大家来认识神这样子 那为了要方便管理 我就应该要就是让大家 都统一的做 用一样的方式来祷告 然后一起聚会 然后我们有就是 有一定的制度是一起来遵守的 这样子可能就会一起壮大 而不会有很多的 就是分杂的声音啊 然后就是让整个管理很不方便 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算是 所有的组织团体 都是以这个为例基点 就是我们要一起变好 所以我们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这样子 但是可能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会不太能够接受 跟自己不一样的那一种形式 然后就会说你是不对的 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存疑 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不对 那你才就对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我没有很想要继续带来教会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 祷告啊或者是听诗歌或什么 都很私密 然后也都会 你自己的状况 你会觉得这样够了就停 然后这样子 怎么样说是对的 可是我在教会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一首歌 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时候 重复几次啊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直重复 譬如说有一首歌 然后一直唱 就是唱 他们都很喜欢唱很多遍嘛 然后再唱 唱副歌是不是 对 唱到副歌很多遍之后 有时候会一直说 耶稣来吧 就是会有很感动的 他们觉得很感动的方法 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心里面当然在某一些时候是感动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 我差不多想要结束了 但是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团体中 那你先去尿尿啊尿顿 对 反正我有时候觉得在那里 有时候会有一种身不由己 我也没办法完全的 可以很尽兴的享受 因为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 我没有去教会的原因 可是 可是我还是很 很尊重每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任何人 他想去教会 我都不会劝他不要去 我会说就是你喜欢就去嘛 然后你不喜欢的话 你如果不去 也没有人应该要责怪你 也没有人可以说 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怎么可以没有这种 因为有些人就是 他们想要火出 完全的就是神的意念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 你如果不去的话 那就会怎样怎样 神的意念是什么啊 就是他们要就是 有群众一起来 那个高举神啊 就是这些都是圣经 后来 但是其实说真的啊 圣经也是人写的 对所以他讲的东西 就是也不一定是完全 就是像圣旨一样 我觉得他还是要回到你自己 就是我觉得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宗教 什么信仰啊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跟那个神 那个宗教 的关联 对的关系 然后你真的就是在亲近你的神的时候 你心中感到平静 然后你感到有力量 然后你能够就是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管你用任何形式 对啊 然后你真的可以 呃就是努力的 算是呃生活下去 然后那就是你的信仰 对啊 这是我觉得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呃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啊 他们会有一种问题 就是他们其实心里面也也可以感觉到 这是不对的 或者是嗯 好像应该要 呃不要这么激进 或者是不要这么的要求别人 嗯 可是因为他们已经投袭下去了 就有些 选不由己 对他们有时候是 因为你知道会有沉默成本的效应 就是他们已经这样信 有这个信念已经十几年二十年了 然后甚至他曾经有得到这样的帮助 所以他本身他会 有点像洗脑自己说 诶我应该要照着 就是之前的长辈怎么对我 我就要怎么对别人 嗯嗯 但是这个 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是 他就会没有办法很理性的思考 他没办法自己判断 嗯 就是他会 有点像是 身不由己的 嗯 其实我完全能够体会这种感觉 因为 我也有曾经加入过 就是以基督教为主的 那个公司嘛 嗯嗯 对所以这个公司 他有一些规定啊 什么的 那他也是会让 有某一些时候 你会觉得 诶就是 默默的就会有 被影响到 就是被 被 潜移默化 对潜移默化 但是 他还是有很美好的部分 对 但是就是在某些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个声音跑出来说 嗯 可是 宗教跟职业应该要稍微分开 嗯 不要说 什么事情都要 这么紧密的结合 哦 对 就是他还是必须要某些时候要就事论事 嗯 但是在 在宗教里面 他就很多时候就会 不会这么的 能够这么的分开来看 嗯 对 他就会变成 嗯 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还是 没办法很理性的 对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不方便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反正 我现在的 我的想法就是 我只相信我的 我的上帝啊 嗯 就是我不会去 第一个是 我不会去加入任何一个 以宗教立案 呃 以宗教 宗教感太重的 的组织 或者是 公司 嗯 对 我会尊重每个 有信仰的人 可是 他不能够用这个来当做是 他的工作的准则去 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对 没错没错 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自己 对于信仰的那种观点就是 我虽然相信有神 然后也可能是跟你一样 就是比较偏基督教的 但我也绝对不会否定其他的神 对啊 我绝对不会 嗯 因为我觉得只要那个人 他心中的信仰 是对他的说是有帮助的话 那就很好啊 然后他不要来跟我啰嗦 嗯 我应该要怎么样做 然后呃就是 也不要来跟我啰嗦 说我不能怎么样做 嗯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和平的共处 这样 这个人就可以当成我的朋友 嗯 我就可以跟他相处 这样子 但是我也遇过那一种就是 哎 你怎么都不来教会啊 或者是说 就是 也许可能会暗示你说 你怎么 才奉献这些钱 嗯 或者是说 就是 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你才能够得到什么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样的条件交换 是让人不舒服的 然后也会给我一点压力 就是说 假使我真的做不到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值得被爱了呢 我不想要让宗教 在我心中是变成这个样子 没错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宗教的部分啊 嗯 那 呃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 这个小甜甜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跟 夫妻之间的相处有关 嗯 那特别是他们又是 隔差婚吗 可以这样说吗 哈哈 哎 你讲的还蛮不错 隔差婚的意思是 说女的比较 可能就是 比较地位比较高 对 身份地位或是财力 也许都有点差距 对还有年龄也是 年龄差蛮多的耶 13岁 13岁真的 我觉得 整个就是 价值观什么的都 嗯 很难一致啊 可是我不能说就是 不能够跟 比自己小这么多岁的男生 绝对不是 对因为有些男生是 即使是他很小岁 但是他很成熟 对啊 对 那我觉得还是价值观的关系 也有的人年纪很大 可是根本没长大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年龄不是最大的问题 重点还是 在就是 呃 他怎么看待他自己 就比如说这个男生 他 他可能真的是 家里面地位感觉 他 他自己感觉很 很低吧 很低下吧 为什么 我猜的啦 因为我觉得也许 如果年龄差那么多 然后而且他又是 之前又是通告卡 所以都是在 呃 讲他 跟他老婆的事情嘛 就是他就是 他的工作就是 小甜甜的老公 就是他不是他自己 对 他是小甜甜的老公 如果是我是他的话 我应该会很努力地去 呃 走出自己的事业 然后会 极力地 拔出这个标签 哦真的 对我会 就是尽可能地去 把自己活成 不是 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 如果别人说 哎你是小甜甜的老公的时候 我也会很震慑地说 我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不会 我不会去干预说 被贴上一个标签 那我觉得 最好的 止住这些 传言的方法 就是自己闯出一片天 然后自己把这个标签撕掉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 可是感觉这个男生 他就是 呃 有点像干预这样子 然后也 就是自己也没有想 很积极地去 做一些作为 这样子 嗯 然后甚至 他这个家暴的事情 其实主要就是 呃 女生已经叫他去 洗衣服很多次了嘛 嗯 对啊 那我觉得 他没有去认清到 自己的角色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 已经在 就是 并没有是家里的 就是主要的经济 的这个来源 嗯 对啊 他在家里面 他是 真的是要多去付出一些东西 哦 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 没有 我说其实也不能这样想 应该是说互相嘛 嗯 那如果已经叫那么多次 那 为什么他不 不去做这件事情 而反而还是要 对方这样子 讲那么多遍 哎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很难叫呢 吼 哈哈哈哈 对啊 其实我 我也知道说 有时候人就是会懒 但是 我觉得 我自己大胆的猜测 就是他之所以会 动出 因为我觉得他动出 这个点啊 我觉得是 还 应该算罪不自辞吧 我觉得他 他有很 什么意思 就是小甜甜 他最不自辞 哦 你说小甜甜不该被 就是跨坐在地上 然后疯狂的猛揍 对啊 对啊 但是他会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有 夹杂的很多 就是对于自己的自卑感 哦 还有一些 觉得不服气 然后 我觉得 很多时候 人的脾气都是一个 静子吧 就是他其实反映出 内心的 软弱 对 自己的不全 然后你才会有 这样子的落差 用生气来武装自己 对 然后有时候又是没办法控制 然后但是他又把自己的很多作为就合理化就说 呃 那是因为你先怎样 然后我再怎样 可是对方 那样子 就是用脚这样子 其实那比较踹吧 那个而且他也没有让他受伤 嗯嗯嗯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他的反应过大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小甜甜 嗯 因为小甜甜他身为一个母亲 然后他呃就是被这样对待的时候 他还去验伤啊 然后还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事情 没错 对啊 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 因为他不是说就是 有一点呃类似瞒着他的先生去做 就是后面后面那些处理嘛 就是好像呃报案了 可是也许是被劝回家了 然后还拥抱干嘛的 但是后来他就说 他要送什么姐妹回教会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请教会的姐妹呃 呃带他去中校医院验伤这样子 嗯嗯 我觉得超级坚强的 对啊对啊 就是为目择强 是 对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又导致说 这男生他 他的先生又因为就是教会的包庇他 所以他又觉得自己是做的没错 屁股啦 对啊 然后或者是会说 因为大家都说我很棒 所以我就很好 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很幼稚 就是他并没有去诚心的去捡到 然后他还说一句话说什么 我没有打你第二次 就是对你的抱歉 什么啊 因为这句话真的很不OK啊 超级的 对 生气了 对啊 所以我们观众眼睛都是雪亮的嘛 就是我们不是在旁边 只是敲 敲边谷 然后看好戏 我们是真的有判断 我们真的可以知道说谁是 是真的是比较正确的 嗯 对 但是我也不 我也觉得人不能随便乱 论断别人啦 嗯 就像是我们也不喜欢被别人论断 对 是这样子 但是 嗯 我觉得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观点 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讲出 最真实的自己的想法 对 但是这不代表就是 小年年年完全没有任何错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他 因为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会变成这样子 也许 搞不好 小年年年在这个过程中 也可能会 说了一些 会有 有损他自尊的话 也不一定 比方说他比较强势一些 对啊 对啊 就是我觉得夫妻的事情是我们 别人不可智慧的啦 嗯 对 但是 我觉得 就是 再怎么样 这种 极端的暴力 还是要 还是不能 应该被谴责 对还是要被谴责 而且也是零容忍的 对 对那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教会又在说什么 就是要饶恕啊 或者是 才打你一次 祝福要进到你们家 你怎么 自己不接受 这些话都是 他们没有这个立场去讲 没有资格 对没有这个资格 嗯 对因为 就是 婚姻还是 他们自己的 而不是 我觉得婚姻并不是神 神主导的 就是婚姻是 还是要 你还是要尊重两个人的看法 嗯 两个人的想法 感受 对感受很重要啊 那 你说就是 好的确 好假如真的就是因为 教会 或者是因为上帝的关系 他们的婚姻就 没有走到离婚 可是他们就一直在隐忍 或者是 真正的核心问题 没有解决 嗯 那是不是以后 还是会继续发生 一样的事情 对啊 那也是 大家都不想看到 我觉得 那 对就是 那对 夫妻本身来说 是非常大的伤害 然后 其他人就是 完全没责任死的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教会 他不该是 这个力量 他可以是帮他 他们祷告就好了 就是 默默的说 嗯 你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可以 我可以就 听听你说话 对 然后 为你祷告 嗯 就是比较 比较被动式的 去帮助对方 嗯 但是我觉得 很主动的介入 然后去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阻止 这些都不需要 对 而且这样反而会让 教会这个 本来是一个很 利益两善的一个组织 蒙受就是很多 别人会说 你管太宽了吧 然后会说 怎样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变成是 本末倒置了 嗯 你本来是要 祝福很多 家庭的 嗯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一个避风港的地方 可是你变成 助长了 暴力者的 一个组织 嗯 对 是不是变得很可惜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 并没有去想到 这一些事情 嗯 对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三个 我觉得可以讲的是 他们 教会方的 后来的危机处理 非常的差 对就是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没有在录Podcast 他们如果录Podcast 他们就不会想要看稿了 他们就不会 我觉得看稿 这个感觉真的很 很差 可是声明稿 你好之后 念出来我觉得可以啊 可是他们也用一个大 就是用一个 读稿机吧 他们怎么就是 哦 你是说 可是那个记者会 也没办法有读稿机啊 那就更好笑了吧 嗯 可是我觉得 你不觉得那种感觉 就是我这样读了之后 然后我也不给 等一下发问 是你自己做的很 做着也很兴趣 哦 他没有给 就是记者提问那些啊 没有 他们就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就直接念了稿 而且他还说 这样子就已经是 最全面的跟所有人道歉 可是他完全没有 跟小甜甜道歉 对啊 而且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他对小甜甜说的那些话 他也没有真正把 就是真相 就是梳理开来 私生活有问题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那最后你看小甜甜 你看你逼小甜甜 讲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哦原来是真的没什么 所以你才不敢回答嘛 哦 对真的就是 这不是什么私生活的问题 是 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所以他们 他们就是被看破手脚 还有就是那个 陈维玲 他演的这么烂 所以就是演一个 生理痛的样子 对啊 真的啊 你说 那我也会演 就这样子闭上眼睛 他这样子 捂住眼就好了啊 我有看过那个梗头 就是看到那些照片 就会说 好啦 今天可以早点下班 对啊 好啦 我不是在嘲笑他们 我只是觉得说 他们的危机处理可以更好 就是他们也许 如果是真的 都不要看稿 你就是 很诚挚的 面对镜头 然后 好好的说 说明 然后甚至你也 我觉得应该是要说明 真的真相 不能准备稿子吗 你可以 就是有一个大纲 然后稍微看一下就好 他是全部都在读嘛 然后读完之后 也不准人家发问 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 应该是后面的部分 没有安排好 想说就是我念完就算了 这样子 对啊 对 你知道我 我觉得以艺人来说 他们常常上通告 他们的口才不会烂到这样啊 表示是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站不住脚吧 对 表示是他们根本就 他们脑中 没办法 他们会失言 因为他们做的就是 怕会讲错话 对啊 所以他们当然要这样子啊 对 然后这个是 他们就是这个记者会的问题 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对这个记者会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知道 原来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对 而且他第一件事 就是跟那个 他老婆道歉 他是应该跟小甜甜道歉吧 真的 因为他一直跟我们道歉 不用跟我们道歉 我们 你也没有对我们做出什么事 你也是要跟小甜甜道歉 对 还有跟这个家庭道歉 那还有就是 这个小甜甜的老公 就是宋先生 你看他后来就是 就是因为小甜甜 po的那个之后 然后他就开始讲什么 他的 是他先踹我的啊 或者是 做了 我很累 我就是想要休息一下 对 第一个是 他也是看稿 他那个看稿 那个 他已经是 预录了 他还看成这样 我觉得看稿是 要有一个限度吧 就是你 你可以瞄一下 可是真的不要一直 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真的非常的 就是可以感受到 他是没有自信讲这些话的 很明显是别人帮他拟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连第一句话 大家好 我是小甜甜 张可云的老公 叉叉叉 这样子 连第一句话都要看耶 对啊 我觉得很傻眼 就是你连你自己是谁 你都不能好好的说吗 他 他与其这样还不如是 回持他在那个影片中 就是躺着 然后一直这样 那样子还可以哦 就是至少他 不可以 没有至少他是 从他嘴巴里讲出来 而不是别人 灌输在脑中的 就是我觉得 他的危机处理 也是真的超差 就是 就是 我觉得也 他说什么就是 那你 你躺着 杀人也可以哦 这样子 躺着杀人就不是杀人 那在我躺着 打人也不算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他一些逻辑 就是完全 就很中二很屁孩 他是啊 好啦好啦 反正 我不管怎样 我觉得今天 我们讲这个 也不是说 真的是说 就是 他们就罪该万死 也不是啊 就是其实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嘛 可是 在 之前错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好好的讲 就我觉得最好的 危机处理就是 真诚的面对事情 而且 真诚的道歉 真诚 讲人话 然后 不要去用 就是这些 那个 就是好像很冠冕 堂皇的一些话术 去包装 嗯 就是认真的面对问题 如果他真的诚心的 就是跟小婷婷道歉 我说 其实我不该介入什么 我们马上就 人大家都不会 可能顶多就是 酸民酸一酸 对 酸民的利息很大 对但是至少 我觉得真的 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 他那个记者 我还没开之前 我早就快要 快要忘记这件事了 然后我也 我也不会 对对对对 可是他这个记者 会开了之后 我就觉得 大家全部都想起来了呢 对对对 就觉得你们也 太差了吧 就是危机处理太差 然后那个 好 那个小天天 这样抱完之后 如果他老公没有这样出来 我还觉得 啊好啦 那就是你们家务事 就他这样一出来 就高下立判啊 嗯嗯 对啊 你看小天天 他 他讲 他写的那些东西 多么的 自制 啃腔有力 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 讲出来 对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如果是小天天 他在录这个影片 他也觉得不会看稿 我觉得 嗯 对啊 像我现在 我们现在讲这些话题 我们也不会看稿 对啊 因为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 你们在搞什么 哈哈哈哈 我 就是 之前有上一些 简报课 哈哈哈哈 我有上过 叶炳城的简报课 然后他有特别 一个章节 就是提到说 如果你要做好一场简报啊 当然你就是自己要练习很多次嘛 然后你要自己照镜子练习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先写稿自己练习 可是拜托你不要背 然后你背了之后 你就会忘 忘了之后就会紧张 就会卡刺 这样子 对那你可以做的事就是 你就写大纲这样子 但你如果很怕你自己写大纲 就讲不清楚的话 你就练一百次 总之就是有方法的嘛 那更不要说你带着一份稿子 你可以念 念完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还是需要 自己先模拟一些QA吧 你先模拟一下 记者可能会怎么提问 然后就是 可能大家会想要知道的问题 然后你就针对那些问题 先做好准备 就不会显得很空泛 然后更站不住脚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要承认错误 真的很需要智慧啊 就是像宋艺明他们 他们的确 我觉得他们的教会 的确曾经有做对一些 蛮多事情的 这样子就是才是 因为有很多艺人 也是会为他们讲话 就认同这个理念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 也不是坏人 然后他们也做对了一些事 可是他们在这件事 的确做错一些事 那但是我觉得 有些人就是会为了 想要捍卫自己的立场 然后有点像是 就是没有这个智慧 去拉下脸去道歉 或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 组织里面的压力 应该是蛮大的吧 就是好像不能够 可是你要止血 是真的是要 就是去跟着 抨击某些人 或者是维护某些人 我不是说别的艺人 我是说以他们 因为他们是 牧师跟牧师娘 他们是最大的头 他们应该要 担起这个责任 他们要止血 然后他们止血的方法 并不是说是 大家快来同情我们 对 而是说 他就要针对 之前发生的源头 就是小甜甜 说他 私生活大有问题 这件事情 所以做出说明 但是他在那个记者会 没有讲 然后他还一直在道歉 是跟大家 社会道歉 然后也跟老婆道歉 跟老婆道歉 说20周年的结婚 今天是变成这样 这个就完全失交了 不是吗 对 对啊 我真的觉得 成爷网路 败爷网路 以前就是 网路还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 就是顶多就是 演艺圈的头版 那个什么 演艺版 影剧版 就是可能顶多一两天就没了 那坏处就是 因为我之前有 我又有上课了 我以前上过 黄子娇的简报课 他也叫简报课 不是简报啦 就是说话课啦 他就讲说 以前他那个年代的时候 刚出道没多久 就是那时候 还没有网路泡沫化 那时候都还没这样 就是艺人们 能够发生 能够被出现 被看到 都是一些传统媒体嘛 就是报纸啊 广播啊 还有什么电视嘛 坏处就是 你必须去讨好那些记者们 拜托写一下我的好话 这样子 然后一旦写了 你真的是不由分说 你根本就完全没有任何管道 可以帮自己辩解 现在是可以的 现在你随时发一篇脸书 弄IG什么 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 就很考验 每个人的说话的技巧 跟能力 还有你危机处理的方式嘛 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啊 如果是道歉的话 我觉得文字是第一个 是最好可以道歉的方法 因为就是文字 它没有表情 也没有什么 就是它会让你很 就是你要演出很 很那个 就是很卑微 或者是很道歉的样子 就是很抱歉的样子 你可以用文字来雕琢 比较容易 再来第二个 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 就是自己的个人特色 或什么的 不是个人特色 就是你想要更真诚一点 我觉得用Podcast 用声音 是录音档是不错 为什么 因为录音档你可以剪辑 然后比较不会有剪辑的痕迹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的口条 都是有些人剪出来是不是 对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就是 开发一个客户 就是如果你想要道歉的话 我愿意为你剪这个道歉音档 哇塞 收费如下 对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最难的 就是录影片 因为录影片的话 你就是 有眼神 又看 对 你如果你自己就是心虚的话 你 大家一定都看得出来嘛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一定会看稿 或者一定会吃螺丝 那你就会要剪辑 除非你是一个 就是 就是像那个神鬼交锋里面 那个 李耀纳多 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片子 那当然你可以演出一个完全 就是没有破绽的影片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请你不要轻易的用影片来道歉 或者是不要轻易的开一个记者会 或者是不要随便的直播吧 对啊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会变成 大家会放大检视 然后会觉得 就是你们 有没有诚意是一看就知道的 对 这就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哇 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个重点就是 第一个 宗教本身 第二个就是 宗教本身 宗教本身并不坏 我必须还是要说 就是 我相信 而且其实 我觉得任何宗教都有好人跟坏人啦 对 而且你看 就是也不是指基督教啊 因为像佛教也是有很多 就是你要吃素啊 才会怎样 才会有福报啊 或者是 你要 你要放生啊 这些 有些观念也是都是很有 很值得存疑的嘛 然后还有就是 伊斯兰教也是有很多 对女性应该要怎样怎样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每个宗教 它都一定都会有一点 就是 你会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的地方 一定都会有 好像没有一个宗教是完全没有任何规范的吧 就是一定都有点规范 对 但是 我觉得就是要回到独立思考的判断 对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大家已经是过了文艺复兴很久的吧 文艺复兴不是就是 人从神权变人权的一个转变吗 那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可以 稍微 把这个东西再换回来 就是要以人为本 而不要说什么东西都是被牵着走 对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 第二个我们的观点就是 夫妻之间的相处 对 我觉得就是夫妻之间啊 也许难免会有一些 可能薪资或是能力的 有一些不对等的地方 可是 真的是要做到夫妻对等的相处 才是真正能够走得长久的一个关键吧 对啊 就是互相的 就是人家叫你做家事 其实你就是 好啊 有时候人懒一点 没关系 叫一两次 可是叫了三四次都还是这样子 那真的 就是这个婚姻本身也是 这个合作关系也是很失衡的吧 对 所以我可以串你吗 当你叫三次不去洗的时候 要看你怎么穿 对 好 OK我知道了 好那第三个就是危机处理跟简报的技巧 很重要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好像真的很常都看到这些危机处理很失败的例子 要上课啦 真的 就是你看看人家怎么样做 现在有那个啊 最近蔡又吉有开一个课啊 就是那种公关危机被演上世界的那种危机处理方法 其实我觉得就是危机处理一点都不难 就是回到事情的本质去解决 而且该道歉的道歉 而且你要就是时间要掌握好 不要那边过了两个月才那边对不起 对啊 那真的 你好像是之前在一直在开会 演你 你要怎么 就是大家都会 大家的眼睛和脑都是血亮的啦 就是都会知道说 你们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的 对啊 那你看 如果现在这样发展了这样 你觉得 你觉得那个 一起发光这个教会还可以混吗 哇塞 我觉得也可能真的很难 因为就是已经变成是 他已经不是两个人 两兆的事情 他已经变成是整个组织 都会 很尴尬 对啊 你看就是没有好好的处理 就是变成 大家全部 对你之前所有的努力 他们的确有 之前有很多很好的事情 没错 就是会捐款啊 会在小巨蛋办一些活动嘛 对啊 就是什么 爱在四月天 你看这些很美好的 利益两三的事情 都败在这些 就是这么小的一些 只是危机处理 没有做好的事情 那是不是非常的可惜 嗯 对啊 没错 对啊 嗯 好 就希望说大家可以 勇于认错吧 我觉得勇于 做错事情没关系 就是勇于认错 然后用最好的方式去道歉 然后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会 你知道台湾人也很健忘了 对 直到下一个被延上事件开始之前都还可以 你看像王力宏现在也可以 好像有在计划 要 再付出 要开唱了 要在那个 Las Vegas 你不要硬讲好不好 对啊 就是 我觉得就是人是 可以站起来的啦 可以再站起来的 对啊 如果你好好的处理的话 对啊 没错 嗯 好 那今天 我们会被怎么样吗 被公干吗 不会啊 我觉得 我相信我们讲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觉得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基督徒来说 你们应该也会开始会想说 哎对啊 其实我接触到的信仰 不是他们那样子的吧 所以你应该就是也可以分得清楚吧 就是我并不是说 所有的基督徒都怎样 而是说 他们这一群基督徒 他们做的不够好 所以我在脸书上 我说他们为基督徒做的最坏的示范 对 而不是全部的基督徒是怎样 不是不是 对 这要分得清楚 嗯 对啊 啊我相信 我其实觉得很多教会都很棒 对像我之前加入的那个Fly K啊 我后来没有去的原因是因为时间没办法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晚上要上课 所以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 他们 我 我说我可能之后不能去 他们也说 哦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然后 对 然后也觉得也体恤到我们就是 有小孩啊什么的没办法嘛 嗯 对 但是在某一些基督徒他就会说 哎 那你要照顾小孩 没有 现在你全家带来 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很给人家压力 就是 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想 就是觉得你们先来再说那种 然后我觉得那样子就会变得 就是尴尬了 对就是 有时候就是 并没有完全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的时候 就会给人家压力 嗯 对但我也知道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真的就是可能是 觉得这是很好的东西 对啊 但是我觉得基督徒 有时候他们 因为世界很小啊 就是他们的世界就是仅限于那样子的传探力 所以他们可能没办法去 很通篇的去了解 大部分人的想法 嗯 就是他们会 有时候会活 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嗯 对 可是我也认识很多基督徒 是很理性的 甚至也因为 某些事情要离开教会 嗯 可是他们还是很浅诚 他们还是会 常常会跟我讲 分享圣经很好的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 嗯 这些是很棒的 然后 我也完全不会怀疑有神的存在 嗯 绝对不会 嗯 而是 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他 嗯 对 我觉得 只要做一个理性的人吧 嗯 对就是 就是像我今年说的 就是我的座右铭 就是我们 可以决定 我们是谁 嗯 我们的生命中要出现什么 嗯 还有 不要去追随别人的光 我说的别人光 意思是说 别人塑造的那个神的光 嗯 而是 你要成为自己的光 但是那个自己的光是 你自己心中的上帝的光 你要去追随 你自己的主 嗯 你自己的神 嗯 对 然后 譬如说如果神叫 就是别人叫你做什么 你觉得有为 自己的 呃 基本价值的事情就 要 划清界限 嗯 不要就是 因为这些 好像 呃 就是对于神的 那种亏欠啊 或什么的 呃 一步步的去 做出更不好的事情 嗯 因为真的神 他不会 这样强迫人 嗯 对啊 我相信 我也相信 对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 嗯 好 好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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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